My American friends 我的美国朋友晚上好 亚洲朋友早上好 今天有个特别新闻 美国大选进行了这么长时间 没有决定出谁是总统 因为川普团队没有承认这个败选 还在继续上诉 那么叫拜登那边 这个从票面上他是获得了胜利 但是通过他们的磋商 今天有一个头发新闻 头发新闻是什么呢 头发新闻是这个美国总务署 就是负责美国总统结交的一个机构 叫美国总务署 美国总务署跟白宫商讨以后 白宫同意美国总务署启动 向拜登政府正式启动移交程序 也就是说现在白宫已经同意了 同意这个总务署向这个 白宫政府启动新政府的这个 这个结交仪式 结交程序 也就是说川普团队 从这个世界上已经默认败选 但是川普政府还在上诉 还在上诉最高法院 不管这个是什么情况 到1月20号是一定要有新总统的 这个就任仪式 不管是脚包的人还是川普 这是肯定的 不管怎么样都会觉得是总统 那么我们在这里 我们再给你跟这个川普 川普团队这四年的公主 我们跟他这个总结一下 川普团队这四年的公主 她是美国第一 美国在世伟大 美国回到美国价值观 回到基督要结果精神 回到这个保证美国人的生活 这是川普团队的基本理念 但川普从美国跟共产党结交 四十年来 就是美国和共产党结交四十年来 绥靖政策这四十年来 川普总统是做的最好 川普总统看得很清楚 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别人肯定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对美国的威胁最大 那么美国提出了对中国的异性的政策 当然美国共产党他们也是一个循序借禁 一开始他们也认识的不太清楚 后来由于中国病毒要摧毁美国 定谍打击美国打击了川普团队 打击川普一家人家仇国恨 那么这种情况下川普团队开始认识到 共产党的威胁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严重 要了差不多要了美国人的命 本身要了美国二十多万人的命 本身要了美国的国家的命 这个是川普政府现在认识的很清楚 开始对中国强硬起来 但是由于美国两党的纷争造成了美国大选 迟迟没有觉得做总统 从片面上当然脚白针已经赢了 美国民主党那边 那边现在在节节筹逼新的政府 根据脚白针那边说 他们要倾向社会主义 也就是说南西佩洛西也说了 就是说不走社会主义就让美国停止 这个话是说的挺重的 而脚白针呢 他们是肯定是要倾向这个共产中国 那么这就可能是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 中国共产党杀人的政权 机会来了 机会攻击美国 渗透美国 逮抚美国的机会是非常的好 不管脚白针的话 他们跟川普团队的政策 几乎对中国的政策是一样的 但是呢 总体说来 又放过了中国共产党一马 共产党还可以成活多年 成活多年 对美国的影响 对美国的危害肯定是巨大的 但是因为 因为这个 美国的民主党 他们倾向共产党主义 这是他们的选择 那么 川普政府呢 川普政府呢 川普政府是 美 川普政府反复说了 就是说 美国永远不走社会主义 美国永远是美国人的美国 不会让美国成为中国人的美国 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国 这是美国保守派理念的价值理念 那从这个川普团队哈 这几年主义的攻击 就是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的攻击 对美国的这个威胁是最大的 中国共产党人就是美国的敌人 嗯 中国共产党党员就是美国的敌人 他这些 这些这个看法 这些是世界性的看法 永远都嗯 就这个是是对人类主属于很大贡献的一个 嗯 裁判性的这个看法 这个看法是非常正确的 而美国第一美国再次伟大 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有的美国领导人都是随进政策 就是让中国人 让中国共产党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想在美国拿起来拿起 想在美国偷里偷 想在美国抢去抢 那是随便中国共产党人生存美国了 所以共产党长大 嗯 美国都把共产党没有办法 所以说美国不断随进 现在的民主党也要随进 但是但是嗯 嗯 美国要要把美国带向社会主义 也是这个 嗯 也是他们的选择吧 嗯 那么川普团队呢 提出这些问题哈 这个美国再次伟大 美国伟大 美国经济再次腾飞 这些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呢 由于没有解决中国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 迟迟没有得到解决 美国的再次伟大 美国的美国第一 美国的经济腾飞 会受到这个挑战 这个挑战 就是说也就是说 中国共产党投赌美国哈 没有得到美国的潜质 没有得到全世界 嗯 偿还命在的潜质 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 那么共产党仍然可以继续投赌 如果美国不让不让中国共产党人偷窃美国 盗窃美国在美国拿美元 那么美中国共产党人肯定会在第二次投赌 那么第二次投赌可能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可能美国就直接完了 就是美美国这个国家这个伟大的国家 用军事力量是绝对不可能打垮美国 但是用病毒是一定会打垮美国 用这个价值理念价值观去渗透美国的话 一定会把美国颠覆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呢 由于这个两党的观念不一样哈 就又放出放了中国共产党一马 那么共产党还要杀多少中国人那是未知数 还要杀多少全世界的人 杀多少美国人那是未知数 然后现在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不管是两党 不管是哪国党责政 不管是民党和共和党 他们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美国需要英雄 美国没有出现英雄 所以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 那么就是川普政府哈 做出了伟大贡献 川普思想川普理念 会永远永远的保存下去 川普理念 川普精神 或许可以影响美国几十年上百年 但是川普的 这个由于人哈都不是完美的 不管川普有多少问题 但是川普的这个优点 川普的理念是伟大的 是无可争议的 但是川普的个人有些小问题 那是个人的问题 也不足以影响他的这个川普理念 不足以影响他的伟大攻击 那么民主党呢 民主党可能就是执政以后 我想他们的他们的社会主义理念 我分析了一下哈 民主党的社会主义理念也没有错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这个 目标是人人平等 当然不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也不是现在人们这个想象的社会主义 也就是说从美国的另一面来看 另一面就是说 啊 美国的银子政府和这个高明会共济会 他们的理念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 嗯 减少人口 减少人口的这个比例 网天我都说了 不在这里说 这里说的过多不太好 那么 嗯 所以说嗯 对民主党的这个这个共产理念哈 我还是觉得还是可以的 这个理想是伟大的 这个这个理想是这个嗯 应该说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呢 由于现在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杀了这么多人 要不惜摧毁美国去改变美国 挑战美国 那这现在现在提出这个嗯 走这个美国式的这个社会主义哈 可能还有一段路 还要遇到挑战 遇到共产党的挑战 因为共产党一定要把美国拿下 那么美国想的社会主义 并不是中国的社会主义 这是两个两个概念 两个不同的概念 但是呢 由于这个现在美国人资本主义哈 他要要要要做生意要钱 他看到中国共产党 一家多大的掌握了十十亿人的钱 当然他有钱 他这个钱想渗透哪里的渗透哪里 想跟随的跟随 不仅渗透了这个嗯 民主党 同样渗透了共和党 同样渗透了全美国的 所有的政治机构 以及智库 以及科学技术教育等等 各个方面都得到共产 得到共产党的钱 所以美国走向 倾向社会主义 倾向中国 那是嗯 比较嗯 自然的事情了 嗯 这里哈 这些过程我都不讲这么多了 我想哈 这个 共和党的这个呃 里面哈 我从嗯 他们要嗯 共和党要回到这个美国价值观 这个里面哈 我们是比较认同的 我们希望美国回到美国价值观 不要去过早的去考虑那个嗯 因子政府的概念哈 走到过社会主义 当然呃 现在考虑也是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由于民主党方面哈 从现在来看哈哈 他为了薄习颠覆美国 去多获得这个政权 嗯 所以造成了这个很多人 对民主党这次的选举哈 对民主党有很多的看法 就对民主党注假 到底民主党注没有注假 从表面上从常识看来哈 这肯定是有假 但是呢 因为我们不是法官 我们作为自媒体哈 我们才 只能是发表我们个人的看法 不代表美国政府的看法 所以呢 那么 最后还是要有这个 嗯 美国的法院美国的制度来说话 不管美国嗯 这一种共产主义也好 这一种中国话也好 那也是这个美国人愿意的事情 当然嗯 这个也不可逆转 因为这是人类走向这个 走向这个嗯 嗯 末日的必然过程 嗯 这个人类这个地球哈 人太多 太拥挤 嗯 必然会走向这个相互的冲突 相互的残杀 当然民主党这个现在正在祖国 正在祖国就是嗯 从民主党提出的一些给予来看哈 基本上就是说有几个方面 他们提出的是多元政府 多元政府就是说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员 包括中国共产党人 包括中国的特务 或许开个玩笑哈 包括这个习近平都可能成为美国新政府的成员 美国新政府的成员 这是玩笑哈 美国新政府的成员 可能还包括这个嗯 伊斯兰人啊 还包括这个黑命贝啊 包括这个艾提法 包括这个嗯 苏玛里等等 还包括这个中东那里 哦 我要忘了 反正就是包括那些就是 过去对这个跟共产党亲共的那些 所谓的反动国家 那些人可能都要进入美国政策 当然不是公开了 他们是秘密的 就是这个从前一世方面的进入了 当然就民主党走向社会主义 走向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哈 他也不是公开性的 他是秘密的 他是这个私下的勾兑 慢慢的倾向过去 从政策上这个倾向 这个是嗯 这个从表面上看来 就是无可非力的 但是我不反对民主党 一定要把中 把美国带向社会主义 带向社会主义对 实际上对我们在美国人来说哈 也没有多大的影响 特别是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多大的影响 只是从心理上哈 我们从中国过来 从社会主义国家过来 来到了美国 美国还是要走社会主义 这心理上有些感觉不好 但是我我们的接受美国 现在还美国的系统还没有改变 美国的制度还没有直接改变 所以美国美国现在的政权移交 正确的选择 这个制度的选择 也是跟这个这个法律的 这个是同步的 但是由于美国的政策 法律没有改变 我们也得接受这个新的这个概念 新的政府 新的政府的路线 我们也不反对它 因为我们个人 只能提出个人的看法 我们只能代表个人 我们不能代表国家 没有这个能力代表国家 所以如果美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也是不是这个过分的反对 只是提出自己的看法 因为我们来到中国 受到社会主义伤害是最重的 受到社会主义伤害是永久性的 是这个不可逆的 所以说我们提出我们的看法 我们的倾向还是倾向于美国走 美国的价值观 不要这个多元化 不要这个双赢 不要这个全球化 这些全球化对美国是不利的 当然美国有美国的想法 美国的理念 从另一个角度也是可以 是没有问题的 美国总是伟大的 美国这个国家总是伟大的 是坚不可吹的 从那个理念 我就不展开讲了 不讲了 因为那些东西讲 在这里讲不太好 三个数码器 谢谢朋友们 谢谢朋友们 关注我的推特 传播我的推特 关注我的YouTube 传播的YouTube 订阅我的YouTube 收藏我的油画作品 支持我将来 我有一千多件油画作品 有三百多元大型油画作品 希望得到朋友们的资助赞助 将来我筹建一个博物馆 供地球人参观 我的作品是最好的 我的作品包括古典主义 现实主义 现代主义 超现实主义 当代主义等等 是非常广泛的 也包括中国化 谢谢朋友们 待会我们有时间 我们再谈一谈 这个其他的问题 谢谢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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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朋友们